美食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是大胖 哎呀今天终于和大胖出来戳一顿的 要是咱们再不出来啊 人家大家都以为我们闹掰的 哈哈哈哈 今天吃一个牛肉自助新开的正在做活动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走 巨蛋还有这么多的海鲜 菜品还算蛮丰富的 刚才看那些菜品挺丰富的还不错 就说的话好像中午人挺多的 牛肉切的会稍微比较慢 所以我先吃点熟食 因为像什么牛腩盖放是吗 嗯大胆少主吃 炒饭挺挺好吃的 对啊 应该是用隔夜饭炒的 应该是用隔夜饭炒的 只有隔夜饭才能炒出好的炒饭 对 你说咱们俩吃住 开头又先吃炒饭 这样好吗 不影响不影响哦 嗯 哎呀这个牛腩的筋很多啊 好有条件 老胡比较爱吃的牛肉啊 你给他下来 嗯 嗯 哇这好辣啊 很香啊 看这个漏了颜色的话 血红的 感觉还不错 挺有粘性 不知道口感怎么样 下来去试一下 看这个肥牛 放在辣锅里面煮的 血红血红的 哦 好辣呀 哈哈 这点辣 不行我得吃点清汤鸡 这个辣锅是吧 嗯 嗯 说实话 好久没吃别牛了 平时爽的 嗯 嗯 满满真正的一碗 看这个牛肉 感觉牛河 有点红红的 嗯 哎呦不错哦 这个牛肉吃起来的话 别有别有嚼劲 但是不会柴 很好路头 咬起来很舒服 基本上嚼几下就可以下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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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虾滑吧 对 嗯 虾滑 嗯 哎 有虾的味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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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啊 看到新窝子 嗯 我后来煮的超辣肥牛肉 哦 谢谢慢着 谢谢慢着 走走走拿开 好了 放个要整一碗 肥牛啊 好爽啊 这个牛肉丸好大 嗯 麻辣为牛 嗯 现在这家店我正在做开业活动 原价的话要118 现在只要85一位 饮料啊肉啊 所有菜品全部不限量 但是有限时了两个小时 这边环境还是很宽敞的 很舒服 虽然说现在的话 新开业价位还比较平菜品比较多 但是他这边的 食材准备的不太充分 对 哦 那我们去拿肉的话 还是那边等 因为旁边也有客人在那边等 嗯 就是吃的不会那么的 那么的舒适那么爽 哈哈哈 拿着上拿着拿着上 直接下锅 那样子餐 很帅 哈哈哈 对 红线吃吃 对 嗯 人是人太多了 然后他店开业的话 很多的话还不算非常完善 谢谢帮哥 哇 那这边的话实在挺不错的 但是他这个招工还需要加强了 你们看得出来其中的道理吗 他这个肉啊 纹理不对 纹理不对哦 这样子他是他这个你看他一条一条的 没有把它切把这个肉筋给他切断掉 吃起来的话 就会比较柴很难咬的很难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纹理 正常的牛肉切法就是横里素切 素里横切 对 做牛肉就会增加一点那种嫩的口感 虽然说我做菜不是很会做 不过我经常听我老爸说 切肉的话要怎么切 但他有切肉的话有切的又切对了 对 刚才我吃的两片 就感觉很难嚼 帅哥我看你一下 对 谢谢啊 吃烟牛吃出炒饭的感觉 这家吃肉的话还是蛮爽的 肉不能停的 他这个颜色感觉静音剔透的好红的好像樱桃一样 这肉质量还不错 啊质量看起来不错 嗯 嗯 涼拌牛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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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就很翟了 咬了我了 吃着我的咬肩也有点酸 嗯 我习惯了用 右边去咬 现在搞得好像有点大小脸 不知道朋友没没发现 哎 左边咬咬咬 对对一下 哈哈哈哈 我老板 不我不可以吃成 我热脸了 嗯 很享受这种 满嘴就是肉的感 虽然今天的话牛肉吃的不是很多 但是肚子也吃饱了 我感觉好像今天饮料喝的很多的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